我們看粒比3 它現在有十個指點 它的速率分別是這樣子 求這些指點的平均速率 平均速率 我們就是說 本來我們是用這個 這個V 它乘以粒子數百分比 我們在連續的狀態底下 這個是粒子數百分比 那現在粒子數百分比的話 數率是0的粒子數百分比多少 是不是等於十分之一 那數率是1的粒子數百分比的話 也是十分之一 那數率是2的粒子數百分比的話 多少呢 2的話直接可能 十分之一 那數率是3的呢 粒子數百分比多少 這十分之三 數率是4的粒子數百分比是十分之一 數率是5的粒子數百分比的話 是十分之一 數率是6的粒子百分比的話 是等於十分之二 好 那這個的話 是等於這個 那全部我把它加起來 那現在V的話是0的 0乘以十分之一 加1乘以十分之一 加2乘以十分之一 再加多少呢 3乘以十分之三 再加4乘以十分之二 再加5乘以十分之一 再加6乘以十分之一 再加6乘以十分之一 那小共加一點多少呢 十分多少呢 這是0的 這是1 加2 加9 加8 加5 加6 所以它平均數率多少呢 是等於這個是 這10 這20 20 這11 所以31 所以是3.1 好 平均數率是3.1 好 再我們看看這個 方均跟數率 好 那方均跟數率的話 我們之前不是這樣寫 好 這是平方 好 平方又再開圈號 好 好 那我們現在算這個 這個例子是百分比就帶這個 好 就是說 我 數率的平方平均等多少呢 再等於這個是 數率的平方 0平方 好 啊 乘以那個十分之一 加1平方 乘以十分之一 再加多少呢 2平方 乘以十分之一 再加3平方 乘以十分之一 再加4平方 乘以十分之一 再加5平方 乘以十分之一 再加6平方 乘以十分之一 那這樣等多少 等於十分之 0 加1平方 加那個 欸不對喔 這個3是十分之3 啊4是十分之2 5十分之1 其他都是十分之1 好 那1平方 這是2平方乘以1 那再加多少呢 3平方乘以3 3乘以3平方 再加2乘以4平方 再加5平方 再加6平方 好 那把它算一算 算一算的話 這是1加4 加27 加16乘以2的話 是32 加25 加66 36 等於多少 125 十分之12 所以等於12.5 啊12.5 再給它開燈號 好 除以10 除以10 嗯12.5 再給它開燈號 這等於3.53 3.535 大概是3點喔 所以方巨跟蘇利 這等於平方乘以1均 大概是3.5 3.5 3.535 大概3.5公尺那秒 好 再來我們看 最可能的數量 最可能的數量 就是百分比最多的 大概就是3 就是重數的一些 所以VP呢 實際上是等於3公尺那秒 3公尺那秒 3公尺那秒 那1公尺那秒 百分比最高 3公尺那秒